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是看在老演员的面子上 就像王晶所导演的《澳门风云》 就纷纷地遭到不少的网友们的吐槽 王晶的新片《十二金刚》 相信大家都一定听说过了 原本是打算十几年上映的 后来因为演员的原因而推迟了 王晶导演说 这部电影请了十五位香港影帝 看看这阵容 成龙 周润发 刘德华 古天乐 刘青云等等 甚至还请出了《九不出山》的正一剑 反正《香港大咖》除了周星之外 基本都来了 据悉 之所为搞这么大的阵仗 是因为王晶之前已经拍摄了九十九部电影 而《十二金刚》正是他的第一百部作品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 王晶筹集了三亿资金 当然看这个投资额度也知道 上面请到的完全是有情出演 应该不计片酬的 虽然这些演员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 但是我相信爱看这些人演的电影也应该是不少的 希望这次不要再让我们失望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个阵容就算不看剧情看人就好了 王晶筹这部电影的票房目标是一百亿 网友听了可谓是将信将疑 毕竟现在的票房最高纪录 是去年上映的《无情指导并主演》的《战狼2》 一举拿下了五十六亿的惊人票房 打破了中国内地票房的最高纪录 也有不少的网友表示 如果票房要达到一百亿的话 还缺了一个人 那就是周星驰 虽然早期的周星驰跟王晶 可以说是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黄金搭的 但是后来黄金曾经在采访中 只言周星驰是个好演员 只是太爱钱